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GDTS详解 我是你的贴心讲师,爱你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既然有如果,那么就会有否则 同样如果有if,就自然会有一个叫做else的 那么v-else它会存在,就是必然 好,v-else之令 它将会给v-if或者v-shoe添加一个else模块 好,添加了一个else模块的话 它的语法就是这样的 好,比如说是什么呢 v-if math.rhythm 好,随机产生一个数字 如果这个数字它大于0.5的话 它就显示一个sorry 好,否则它就显示个no sorry 那么这个否则这一块的话就是v-else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 v-if是表示的是第一个div 它的显示还是隐藏 那么第二块div它就是第二块模块 下面这一块它是显示还是隐藏呢 是在下面这个模块 那么注意 虽然我们的表达式只是在if这里 而下面else这边的话是没有任何的 并且呢,这两个div它是同级的关系 但是它依然能够识别 并且这两个只会显示一个 好,我们简单的用个例子看一下吧 好,在这里 v-if 好,我们的这个例子是很简单 还是一样的在我们的section里面 这里有个v-if 好,我们来判断它的display display的话 那么class的值它是head和face 里面插入的值还是我们的这一串 那对于我们的v-else的话 class的值它是head和msg 然后还是插入这一段 也就是说 but display它为真的时候显示的是效率 否则它将会显示成我们的msg的信息的这种样子 对吧 显示的这种样子 那么注意 if和s它只会存在一个 好,我们简单看一下吧 好 我们不能发现在这里 它现在显示的是效率 然后过了五秒钟之后 它就变成了信息 那我们再打开我们的控制台 简单的来看一下 好 仔细的再看我们的sector里面的内容 好,到刷新下 现在它显示的是head和face 它过了五秒钟之后 它就会变成head和msg 那么其实就是说 要么sector里面它就会有 div-class等于head和face的那一个元素 要么它就是head man-msg的这个元素 那么这就取决于我们的display 它是真还是假 OK 这就是我们的简单的else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这个是if else的 那么还有一个是show和else之间的区别 show else 好,这两个我们唯一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这里 一个是用的if 一个是用的是show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show 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还是一样 等了五秒钟之后 它就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了我们的新生的模样 那我们还是一样 翻到这里来 我们看 它有两个div 现在第一个div 它的display的值是等于num 然后第二个 好,第二个的话就没管了 那现在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 我们发现 默认值 第二个 它第二个会有个默认的display属性 OK,我再刷新一下 我们再看 默认的 它会第二个会有一个style属性 它然后呢 控制display值等于num 那等五秒钟之后的话 它突然就显示了 然后呢 就把原片的这个第一个变为了num 好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wayif 好 它的显示和不显示的话 它直接会代表我们这个元素 我们这个元素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但是呢 wayif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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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仅仅改变的是我们的css的值 好 那么到底display是block还是num OK 那么display是num 它就隐藏了 否则它就会显示 好 那么这两个 现在在程序方面的一个区别 差距的话 就放在这里 那么最后 我还要再强调一下 wayif s元素它必须要跟在 记住 说紧紧的跟在if 或者秀元素的后面 说紧紧的跟在 比如说我们的这两个div 如果我们在中间插入一些其他的 啊 啊 啊 插个鸭子过去 那么糟糕 我们的这个v s 它将不能识别 所以呢 这里你要记住 这个元素 vs所带的元素 必须紧紧的跟着 vgif 记住哦 小孩子一定要跟好妈妈 一定要牵好妈妈的手哦 不然的话 呃 背 背 背螺框的人来 把他背了去了 然后呢 就哦哦 所以呢 我们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v-l 哦